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这两个字google一下其实就咦就咦 对其实刚刚讲到的无心插流 就是从第一部电影纪录片 那时候讲的就是纪录片就是 有很低的成本听说是不到一百万 对因为真的没有钱 所以当时蛮庆幸有七个小孩 很好用嘛因为没有钱就只能 义务演员嘛 不是除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只能赖着林教练嘛 因为他是我哥哥 那吃饭要解决 所以有七个小孩 然后有一对是兄弟 我们后来发现很好用 就是比如说礼拜一先拍黄克强 拍完就假装家庭访问 就跟他回家 然后到了晚上 乡下人都很热情 他问我们要不要吃饭 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 后来发现真的很好用耶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犯次 这个策略很好 后来听起来是个笑话 但后来发现很多人都说男孩为什么那么真诚 我说其实就是用时间换来 我们只差没有睡在一起 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 培养一些默契 对啊纪录片好像就是要靠这种近距离的观察 他愿意打开他的心 所以我觉得当时他们跟我们分享很多 也许他的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 比如说有个小孩跟我说 他常常会遇到那个蓝色小心人 我觉得如果他这样跟他妈妈说 他妈妈应该会 给巴下去 或者是带他去看医生 但我可以知道他的压力 因为蓝色小心人就是他蓝色体操服 他可能很痛 每天拉筋很痛 他是一种想象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很好啊 那有空叫出来大家交流一下 大概这一类的对谈 他可能就会觉得 那我们是同一国的 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部这个成功的记录之后 让你引到了另外一部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一定会记得 就是要翻滚吧 阿信 其实阿信 刚才以为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阿信 就是五月天的阿信 其实此阿信比阿信 不过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观众缘的男生 我好多的小朋友 那个什么子女啊 什么包括女儿都非常喜欢他 老实说我也很喜欢他 叫彭于晏来演阿信 就是演你哥啦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哥一直都误解 以为是 他是 他是彭阿信 就他就觉得说彭于晏把他 他觉得彭于晏把他诠释的很好 不是误解他叫做有一个那种错觉 那也很好啊 你就是说有点 还是以哥哥为本嘛 对不对 就写哥哥的故事嘛 所以看到很多你们小的时候啊 家里开水果行啊 被追着 爸爸妈妈追着打是不是 还是什么呀 其实阿信就是 本来也不在我的计划里 真的是那时候人生遇到了低谷嘛 因为之前 怎么又低谷啦 不是纪录片 男孩很成功嘛 但因为太年轻了 你看我那时候才28岁 我就拿到金马奖 我就有点 头本 头本来就很大 后来又大头 所以就想要拍剧情片 然后那时候 年少情况就拍了六号出口 是 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的 对 然后搞好 交流 搞太大了 然后后来就赔了很多钱 六号出口 我记得是讲年轻人的 青少年的一些故事 其实故事很好啦 但我觉得 我觉得当时 不在那个市场上 当时你看海角七号到08年才发生 我们06年就拍了 然后所以就花太多钱了 对不在那个 市场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还没 但我们以为来了 后来赔了太多钱 我其实没有想说 我还有下一部电影 然后真的是 后来08年开始 经过我哥哥的鼓励就说 他叫我不要放弃 不然我是说 算了我不要做这行 他就说 拍电影跟练体操 在台湾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他说 不要冷冷 他说他都坚持下来了 那我干嘛放弃 所以后来我才跟他说 那不然我 我想拍你的故事 然后他说 你怎么又来了 然后他还说 他还笑我说 你哥哥是你的恩人 没错 他还笑我说 你游戏 你要谢谢 你有我这个哥哥 真的啊 你人生的两个 卖座电影都跟我有关 是 后来他的鼓励 然后当然 还是要谢谢烈姐 因为他的坚持 我们才可能拍阿信 然后拍阿信 有一个很简单的信念 就是我想要翻身 包括彭于怨当时也是 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那时候是他的低谷 09年 之前没有什么 真正的看到他 真的 然后他说 他当时 也蛮打动我 我给他看剧本 然后 我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 那你看看 后来看完之后 他就隔天打给我 他说 他哭了 然后他就说 你什么时候要拍 告诉我 我一定到 但我不忍心告诉他 我很想跟他说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下辈子才会拍 因为我真不知道 然后后来 隔年就遇到烈姐 然后烈姐也 也很喜欢彭于怨 他也觉得 他应该要有个代表 然后我们就拍 那拍 其实彭先生 很多人都说 彭先生应该感谢 我说 其实不是 我说 跟他自己很大关系 因为 你愿不愿意 花半年 投入 改变你自己 我记得他有一个报道 那时候在说 他一直都在练身体 然后练到这个 真的是把他自己当的选手 来练的那种 手都破掉 裂掉 流血 还绑了继续练 你看嘛 他把体脂肪 降到6% 这总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怎么做 他真的花6个月做 然后林教练是本尊 然后亲自训练嘛 然后一开始 林教练想急碎他 所以林教练教一个七岁小孩 当他的教练 快哦 就是叫他练导力嘛 那人家小孩一上去就三分钟 因为一上去十秒钟就下来 就是这样先急碎他 然后再来就像我们说的嘛 他体操选手最痛苦的是破皮 不是去医护室 是分抹一抹继续 然后就结痂破皮 最后就变死肉 哎呦好可怕 他是这样熬过来的 我相信经历过那一段 为什么这几年 我们看他在两岸三地 他有他的位置 我觉得是他自己振来的 所以真的是看起来 我那时候记得看电影 就非常的震撼 没错 然后当然是他长得非常可爱 哈哈 我剧情因为是真人 我一直推荐很多人说 因为这是真人事 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值得非常感动 所以讲的讲的 那个时候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对不对 大卖座 是 他就只有一次机会嘛 所以又翻过了 但又翻过了之后 对就像很多身边的人 就说你那时候在台湾的状况很好 为什么不继续 其实不是我不继续 是其实到了一二年 台湾的整个电影市场 又开始很奇怪的浮动 因为当时就有很多跟风 比如说你阿信拍完了 很多人就会问说 那你要不要拍棒球啊 拔河啊 什么就运动题材 我觉得当时就蛮像早期台湾 所谓199吃到饱的那种店 又开一堆店 然后我也想拍别的 但当时的环境不太允许 他们会认为 这个卖桌就拍这个啊 校园片那就拍校园片 这就是弹塔风也是地自我面 那当时我有点可能有点固执吧 我就觉得我想做点别的 那就不太有新的机会 然后后来是香港关锦鹏导演 他在北京要监制一些电影 他就问我 他看了阿信他很喜欢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考虑去做更大的梦 所以当时他就带我去北京翻滚 所以后来我40岁那一年就 两个皮箱一台电脑我就去了 但去了就求 怎么个求法呢 为了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聊聊 因为其实看电影 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 这个到底这个电影的生态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台湾很多人都来说 我们必须要听到 我们来追根就讲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们 Rio 我们都有个大戏 我们都有个大戏 我们最多帮助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来